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自美国的神族选手 Bills 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读 大家随便听听就好了 好 可以了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不知道积木大神去干了点什么事 一场PVP 积木这边应该是看的比赛 如果积木输了要去打Sloot 这个难度非常之高 所以说我觉得积木大神还是 先把这个美国人赢了再输 输了真的很难打 来看看这场比赛怎么打吧 积木大神 我们又放战术了 又开始狗人了 积木大神 积木大神在黄金联赛上面也这么打的 你这个战术 我不知道这个Bills有没有看你的这个黄金联赛 他如果探路的话你就造中了 我们就看他的视角 来看他的视角 看看他会不会往那边探 黄金联赛也是同样的战术 在这张地图上 看看他会不会往那边探 如果探到就探到的话就没办法了 好像他没有探路的这个习惯呢 积木大神现在跟Pattin一起真的没学好 两气可能就不探路了 我看这个样子 他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积木大神有多坏 他觉得积木是个好人 积木大神现在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吗 好看他怎么探啊 就看他怎么探 他去看一看 嗯母友母友 积木是个好人 积木好个屁好 一看这个好个屁 妈的出叉的 上来再看一眼 太坏了 积木这个叉子应该是操作过很多次了 看看这个叉子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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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走走走走走 这个Buse防守的可以啊 这个农民操作 第二个叉来了 看积木这第二个叉 两叉然后打他怎么样 Buse也是出了第二个叉 还出了一个母坚核心 这个防守很有经验呐 这防守真的很有经验 那赶紧来个追猎 来个追猎把母坚核心赶走才有得打 这积木上来放了一招 什么都没成功 家里面可能要转多兵营了 但是Buse这边也侦察在眼里 知道你要打多兵营一波 积木这边要打 估计要打四兵营了 看这个Buse怎么防吧 赶紧加速第二个 家里面再补兵营 他知道积木大神要打这一波 积木这现在怎么办呢 三兵营一波 这个是极限四兵营的 好Buse压出来 第二个追猎马上出来了 积木这边强压 好一个农民瞧瞧过去 瞧瞧过去 这个操作有点好呀 好先点掉 先点掉 一个农民瞧瞧的过去点水晶呢 已经Buse这边不知道 对手要打一波 积木大神每天都在练这种一波 上面再点一个水晶 先把母剑核心点的是王道 母剑核心点的就没大炮台了 母剑核心强点 强点 哎呀最后时刻他大炮台是放了出来 不过也没关系 没关系把他大炮台逼出来就好 哎呀这里被隔了 这个时候强行的吃强行的吃 能吃什么吃什么吧 现在先在上面走啊 这边他要打这根水晶 你打这根水晶 我将打你人 好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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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积木大神打得非常的凶 非常非常凶大炮台马上也要结束了 这Buse现在堵不住路口 积木现在不停的吃他的水晶 再来追猎再来插 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看战斗人口16打8 积木大神这波压制非常的凶 大炮台马上结束了 这Buse对积木的整个判断呢 还是太不了解积木了 每天打一波的 好拖农民最有手一波了 好点掉追猎 漂亮 你封住路口也没用 就剩下三个哨兵了 没用了 积极1比0 恭喜下积木是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来看第二场比赛啊 第二场我们看什么图 死记之一 第二张图是死记之一 积木这搞的有点快啊 还有我好友直接上来就 上来就加进来 好 好 太好了 好 我来不过来 好 我们来等第二场比赛了 好 第二场比赛直接开始 习武这一波的确有点凶 好 之前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吧 来看第二场死机之一了 看吉姆会不会再狗 来看一下出生的点位 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吉姆 出生在了右上角的两点钟的位置 而左下角蓝色的这位神族选手 就是来自于美国的Bills 这个单词是宝石的意思 宝石 看这场怎么弄了 这场好像没有人狗 没有人狗都正常开局 没有人狗就行 都正常打 这张图吉姆的风格呢 比较喜欢走Bills 他说Bills到底怎么打 他的PVC第一场看了之后 操作感觉还可以 但是他没有想到吉姆的 这个一波那么凶 他的母舰核心刚才被点掉的时候 实在是太伤了 两气 都是两气开局 都正常打了 等于是 都是两气开局 吉姆是五农民六农民 才满彩满彩了 而这个Bills这边是 并没有满彩哦 他可能要补两兵吧 这样的话 四农民采气 吉姆满彩的话 可能是直接要走VS 而这个Bills我们来看 还没有满彩 吉姆先探一下 看看你不在这里 看是不是要野VS 果然呐 果然呐 吉姆这每天都不学好 而Bills终于是恢复彩气了 恢复彩气 第一个是出的是X 退掉 那看这边是出 少兵 还是 追猎呢 我感觉 哦还是出的追猎 吉姆这边VS 野VS 这个我觉得应该Bills 一看就看到了 但是 母舰恒星出来 你不一定正查得到 看吉姆这边操作 追尾 漂亮 好那这个时候Bills什么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对方是野VS 我看他会不会往这边飞 他现在到处上他以为对手野VS 可能野这里或者野这里 结果对手都没有野 他也在这个位置要想飞到 其实难度挺高的 Bills也是有所意识的 他以为对手要野VS 找了一下 没有 他觉得安全 怎么可能安全吗 家里面出了两追猎 直接VC 走引刀啊 不会吧 闪烁还是引刀 闪烁 闪烁 而吉姆这边应该是 转了VR 吉姆是野VS转VR 这边我们就看防守了 第一个先知出来 而吉姆可能直接要点矿 对 这边先知一出来就点矿 他知道是个原点 他先知只要骚扰到就好 好来了 看这边进来 也不戳了啊 能量都不费 直接走 直接走 先知只要不死就行 先知不死的话 他可以拖足够多的时间 而这个Bills好像是准备 要在这里点水晶打一波 感觉有点像啊 哦 不对 他要开矿 他开矿的话 吉姆就转翻了 吉姆的二级地比他想的早得多啊 你这一波不打的话 真的 就再也没有一波的机会了 费斯家里面还在防这个先知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还在防先知 而吉姆这边反正第二个先知也出了 双线一会儿来拖你一波 两个先知拖着你就好了 先知再往里切 看能不能切到点东西 一个 两个 三个 强杀四个吗 哎呀 这里有点太冲动了 我觉得吉姆这里 太冲动了 强杀 而这边 Bills的水晶已经点好了 闪追过来 家里面两个追列也没动啊 我们看吉姆这边可能还要强杀一波 这边反正有不朽 也问题不大 再强杀 两个三个四个 Bills没反应 五个 吉姆这边好像正面也在操作了吗 杀了六个农民 两个人这次交换的话 吉姆 算只赚了一小 赚了一点点啊 只赚了一点点 如果刚才吉姆 不过吉姆这个开局是有优势的 如果刚才他操作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Bills的农民可能死一大半的 从开局上的时候 吉姆已经赚了 因为Bills现在打不进来 他的科技被剋了 有点打不进来 你这个强性偷农民 他应该要强性偷农民 想通过闪说来偷农民 但是有两个不朽 偷不了 他没什么太多办法 先用叮当把对方的 把吉姆的叮当点掉 然后好像是准备要跳家了 看吉姆这边有没有意识 有没有这个意识 可能要被跳家 Bills这边都要通过骚扰啊 自己把农民再补起来 而吉姆这边再来一个先知 再戳 这个先知过来 至少偏个大破台 这边再看啊 吉姆也知道你可能要跳家 家里面先知戳 又戳了三个 四个 好 这一下也是让对手啊 让对手没有敢跳家 所以说吉姆这个运营 现在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局面的 对手五个追裂 其实是起不到太多的一个作用 而且背后被挂了一个先知 非常的麻烦 这边打不进去 吉姆开个大破台 开个盾 问题不大 家里面的兵营已经 马上就可以再补了 他现在钱已经补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 我们看经济啊 经济35个农民 打33个农民 吉姆还是有一定小小的优势 他的战斗人口 比对手还是要多一点 背后挂了先知之后 我看这个BIOS 根本不敢出门 这时候吉姆家里面直接跳巨像 由于这次风暴的改版 导致这个巨像 现在战力的时间会久很多 现在好像是要8个风暴 8个还是7个风暴 才能秒巨像 这个改掉之后的话 导致现在你中期或者后期 你出风暴来打巨像 是一件极不靠谱的事情 所以PVP现在拼巨像的概率 是非常高的 巨像一旦到了6到7个以上 然后你的这个地面 你用白球加这个布球 是打不过这个巨像的 好 这边 先压一波 但是没有用 吉姆现在就慢慢的跳巨像 多兵一跳巨像就好了 你决裂你随便压 我两个不行 你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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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偷呀 偷几个哨兵什么的 已经没有太多作用了 都在跳巨像 吉姆这边没有确认到 没关系 他只要知道自己运营有优势就行 好 点开这边的中列延伤 吉姆要下去开三基地 猥琐巨像开三基地 现在Bills想尽量的偷点农民 尽量的偷农民啊 这个时候 好 现在把基地开了 Bills可能还要偷农民 他就利用自己的闪数啊 不停的过来偷农民 又偷 又偷两个闪走 但是被包了 叫你偷农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干死你 你还敢往上走 你还敢往上走 你现在我看你怎么走 被包了个圆这里 你跳啊 这里偷农民啊 偷了五个农民 送了五个追列 送了六个还是七个追列啊 亏着马了这一波 这波被包惨的 吉姆从这后面绕上来 直接把它包了 好 这上吉姆的三基地开了 现在就非常的安全 而对手现在在出具项 但从整个兵力的配比上来说 吉姆现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 这波追列送了之后就没有任何的骚扰空间了 吉姆这边要怎么打呢 他在绕 他知道上面有根水晶 先解决掉 先把这根水晶解决掉 再看看自己怎么去点这根水晶 哦 已经出来 好像准备要打一波了 吉姆这边 第三个巨像 冰营也补齐了 我们看Bews现在的冰营啊 好像有些不够 一二三四五 五个冰营 吉姆这边是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冰营 吉姆是七冰营 Bews只有五冰营 而且巨像数量上面应该要少一个 吉姆现在球变了 转型引刀 但是吉姆可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啊 前置水晶晶点好 不会给他转型的这个机会 换了两个巨像 想吓人 四个巨像出来吓人 吉姆一看 对手四个巨像啊 吉姆 吉姆也没有叮当啊 他看到对手四个巨像 他也敢上 吉姆大神真是够狠 我管你几个巨像 可打爆你 大宝台不一定拖得出来现在 吉姆可能直接要干了 看他怎么干吧 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这况干一下 干一下逼对手出来 对手如果退基地的话 也是正常的 直接强秒基地 强秒基地 好 吉姆秒掉基地 知道自己有优势 而Bews这边又点了一个水晶 你还敢下来再开 你再开给我看 不过引刀拖出来了 吉姆这个没有叮当啊 天呐 没有叮当就怎么办 吉姆大神 这对手有引刀的 吉姆还想打一波 这个没有叮当就怎么办 没有叮当 哦 有两个先知 有两个先知也可以 两个先知直接切夹 家里面没有防守 吉姆这个时候可以走了 可以回家了 先知戳起来 一 二 嘿 秀 三 四 无视啊 这边是无视 无视就强戳就好了 七个 直接回家 这个时候戳了 优势无限大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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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数量 已经多十个了 自己三基地还在手 不过家里面被引刀搞了 但没有关系啊 这一点你能搞几个吗 搞七个农民你搞好了 哥已经有叮当了 随便你搞 随便你搞啊 已经有叮当了 吉姆这时候只要到处有炮台就行了 而这个是BIOS的三基地 刚刚开起来 现在BIOS是把自己的三攻啊 提的很快 在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 自己的攻防有一点点的优势 其他 没有任何的优势 吉姆现在 各种去搞啊 各种用这个先知去搞 我靠 不四根水剑 这彰显吉姆打一波的决心 这四根水晶就绝对是 想好了要打一波的 赶紧出来啊 你这四根水晶一会被打掉了 除非他是瞎子 家里面好像又被戳了六个农民 刚才先知又戳了一波 这送四根水晶我也没搞明白啊 这四根水晶送的 家里面赶紧补水晶 有关注我声音小 我声音怎么可能小 差不多了 吉姆这边差不多可以A了 我感觉是差不多可以A了 巨像已经到了六个 六个巨像 现在Bills想的就是拖啊 他要拖一下这个时间 上来就秒了 直接就秒了 家里面这边也是有五个巨像 不过三攻马上好了 三攻好了 又是一把引刀 这把引刀看怎么办 又被秒了 三个球 吉姆这边要打一波 这根结冰水晶都没打掉啊 这不如是怎么办啊 结冰水晶都还在脸上 吉姆189人口了 要A了 这波吉姆浩浩荡荡的部队冲了下来 部队很多 这边再刷一轮兵 虽然没有三攻 少一攻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合个球 走起了 准备啊 巨像数量很多 无视你的一个大炮台 无视大炮台 直接顶点 少一攻又如何 减速减起来啊 吉姆减速 第二个减速没放 第二个减速没有放 稍微有些失误啊 对手托农民 下面有不朽 吉姆第二个减速放了 好好好 巨像强吃 这时候巨像强吃就行 只要吃掉对方的巨像就可以了 吉姆这边稍微有些冲动 稍微有点冲动 通这个路口的时候 被对方的巨像挤火了一下 压压压压 哎呀 差一点啊 看到这个巨像差点死了 好 秒掉对方的巨像 还有三个巨像 顶着大炮台干死对手 三攻马上也好了 GG 2比0 恭喜一下吉姆 那这样的话吉姆要打Hack 然后这个Bills要打Snoot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等后面的比赛 好我们来抽奖了啊 来抽奖 来抽奖 抽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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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